马来西亚部署在2026年 要开始建造火箭发射站 有学者是分析 中国可能会成为主要的投资者 但是也提醒了说 马来西亚这样子会有失去 美国市场的风险 而建造火箭发射站 是一项庞大计划 必须要投注相当多的资金 不过政府已经表态 要采用私人融资的方式 不会动用政府的任何金钱 马来西亚希望成为东南亚 首个火箭发射基地 计划2026年开始建造 也是前宇航工程师的学者 蓝中华分析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是最有可能的投资方 美国现有的火箭发射站 非常充足且符合需求 像SpaceX一年可以发射 70到80次火箭 因此投资马来西亚的意愿不高 至于俄罗斯都将资源 集中在俄乌战争上 不太可能来马投资 中国近年积极布局 商业火箭发射站 但仍需要看马来西亚的游说状况 学者提醒 若马来西亚招揽中国投资 将有失去美国市场的风险 马来西亚若想要在2026年 建造火箭发射站 还需要重场记忆 我认为2026是太快 这场东南亚太空战 印尼和泰国也在和时间赛跑 马来西亚的目标是建设 全球第16个火箭发射场 但政府不会出钱 只负责监管 建造火箭发射站肯定不会用到政府的一分钱 但是当然如果这个计划项目成功的话 可能政府就必须要加大力度 我们当然不是用投钱的方式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用一种优惠 的方式来吸引相关海业进来马来西亚 火箭发射站从建造到营运 需要许多配套措施 虽然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先拿到投资 但马来西亚的航太业还在初步阶段 若有意愿打造新的高科技工业 拥有长远规划才能落实 公事国际记者刘苑山马来西亚冰城报道